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从从前道听图书还是后来海瑟威给我提供的一些情报线索都在告诉我 非洲的原始部落大部分都十分的野蛮 完全没有被教化 若是文明教化程度足够高的话 现在谁还会公开把人包庇斩首啊 那是古代才会有的机型 现在讲究的是人道主义 以那样的手段来杀人 便是我这个圣人所认定的魔都觉得有些过了 而这个民族却能够做出来 而且据说非洲这些原始部落里面大都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习俗 比如没有什么夫妻制度 男女可以随意的发生关系的民族 还有八九岁就得结婚的民族 总之类似于这样的常人很难接受的怪癖的习俗多的是 可事实上当我真正来到这些部落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新瓦族的部落特别的平衡 至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格外的力气 比如城市里面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给人力气就很重的感觉 而这里感觉一切都是放慢了的 仿佛这里人很幸福一般 我要摇头说说自己的感觉 您的感觉是错误的 小金笑着在一边说道 您觉得这里人与世无争 过得很幸福 事实上 他们倒是更加想成为华夏人呢 毕竟华夏没有战争 你们的军队很强大 有捍卫领土的能力 谁都无法在您的国家 领土上 肆意践踏那里的人民 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使有得到真正的安全才会幸福 而在摩洛哥 哪怕服从政府都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 这里很混乱 这也是西瓦族当年死活不加入的原因 加入了得不到保护不说 还会失去自由 那生命将毫无意义 最终他们选择自己保护自己 可是你也看到他们的军队了 这些拿着长矛弓箭的西瓦族军队有什么用呢 强盗 流寇等等所有武装分子都可以来欺负他们 常常会有外族人拿着枪闯进他们的部落 耶稣在他们家中 肆意蹂躏他们的女人 而男人只能在一旁默默看着 不是他们不愤怒 也不是他们不想反抗 是反抗不起 反抗就等于死亡 时间久了 他们也就认命了 毕竟那些强盗不会掠夺他们的自由 不会破坏他们的传统 如果他们不反抗 也就不会杀戮 打发走了就好了 只承受一些侮辱而已 而这些侮辱最后他们会发泄到 他们能欺负的人身上 比如一些游客之类的人身上 用你们华夏人的话说就是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 可惜艾滋病已经在这里开始蔓延 或许用不了多久 这个部落就会消亡 听完之后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弱肉强食 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如此 而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距离这个部落很近 站在外面放哨的两个部落勇士 已经看到我们了 然后其中一人飞快跑回部落里面 估摸着是回去报信去了 小进也没再和我多说 大概也是担心冲突的发生 就拿起大喇叭站起来 对部落里面喊话了 鸡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之后 留守那个士兵终于不再拿长矛对准我们 好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小进微笑扭头和我们说着 我没有透露你们的来历和身份 要不然一说到死亡荒漠而来 他们就该紧张了 我只说咱们是游客 而且没有带枪 他们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 等他们放下戒备 我们再进行沟通 这样会比较好 我坐在敞篷越野车上 默默点了点头 我也不太了解这地方的习俗 所以一切听小进的安排就好了 事实证明 这小进还真有些本事 鸡里呱啦的一忽悠 这个西瓦族部落里面的人 对我们就放下了戒备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里面已经涌出一大堆的西瓦族族人 围绕着我们鸡里呱啦说着什么 小进告诉我们 西瓦族人很欢迎我们 他们欢迎每一个不带枪来的人 但凡这样的人 他们都能够从其身上 得到一些稀罕的生活物资 比如香皂外面的食品什么的 对他们来说都是好东西 当然如果是土财主 或者看着比较好欺负的话 可能也会被这些西瓦族人欺负的 总之啊 这里有这里的生存之道吧 小进跳下了车 拿出许多提前准备好的物资 去和那些西瓦族人沟通 说了大半天 对方邀请我们进入他们的部落 此时天色已经比较昏暗 夜幕笼罩到这里 等我们下车进入部落里面的时候 发现这些西瓦族人 正围着篝火堆烤肉 最后我们几个也被拉到篝火堆前坐了下来 然后我就问小进 什么时候能和他们沟通 去死亡荒漠的事情 小进说不着急 得跟酋长说 酋长一般都是 等客人确定的善意时候 才会露面的 没办法 我只能按捺着等待 结果就在我们几个沟通的功夫 一个看着十分瘦小 但是眼神却颇为机灵的 西瓦族年轻人 手里拿着一个烤肉 就跑到我身边 对着坐在我旁边的海瑟薇 唧里呱啦 说了一大堆的话 我也没听懂 这年轻人的眼神 我就看懂了 他似乎是对海瑟薇有兴趣 都是男人都懂的眼神 不过我也懒得搭理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永远不会有交集 小进说 那个男子叫塔塔 希望和海瑟薇做朋友 海瑟薇是颇为大方的西方姑娘 倒是没有拒绝好意 伸手准备煎了烤肉 结果小进面色却变了 一把抓住海瑟薇的手腕 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 这肉上面有问题吗 我心中一惊 下意识握了我白皮刀 不过看小进的样子 又不像是肉上有毒 他还笑着站起来 和那叫塔塔的人沟通起来 不过那塔塔脸色 却不大好看 哎呦卧槽 磨磨叽叽的 给肉不吃 傻呀 哎呀 我倒闻着挺香 我来两口 结果这时候老白倒叫嚣起来 他坐在靠后 可能是没看见小进的小动作 越过人群冲上来 一把夺走烤肉 张嘴就咬 等等不能吃 小进着急就喊了一声 小伙子脑门上已经出现冷汗了 无奈 老白莽撞 而且觉得普通人根本威胁不到的 下嘴特别快 哼吃哼吃就吃两口 一边嚼一边就说 咋的 有啥问题啊 倒是没问题 小进吞吞吐吐的说 就像这个西瓦族的西俗 有些怪异啊 男子会把自己的那玩意儿 涂抹在食物上给女性吃 认为那样呢 就是施了魔咒 可以让女性死心塌地的爱上自己 哎呦我去 还有这么恶心的习俗啊 我一下就愣住了 就连海色微都是一副 劫后余生的表情 唯独老白 那一刹是呆若目急 最后扑的一下子 将嘴中肉全部吐了出来 看那表情恶心的 都想吐的那种 然后趴的一下 狠狠将烤肉砸在塔塔脸上 冲过去一拳 直接给塔塔砸飞十多米 恶狠狠地骂道 干 真把老子们当成有可来戏弄了 如果老子带枪进来 我看你他妈 还拿不拿这恶心习俗来 个应老子 还真是一个气软怕硬的地儿 老白拳头中 这一拳 好学没把塔塔给打死 这还是留守了 要不塔塔呢 是必死无疑 等被人扶起来的时候 已经满脸是血了 疯狂冲着我们怒吼起来 四周那些西瓦族族人 也是一点点地 朝着我们这边 破了过来 看那样子 分明是想杀我们 这群西瓦族族人 怎么回事 平时他们戏弄游客 打起来也就打起来了 族人不会帮忙的 今天怎么回事 小进着急地跳起来 而那个塔塔这时候呢 更加疯狂咆哮起来 从他的眼睛里面 我看到 窃入骨髓的仇恨 一个经常被欺负的弱势民族 主动戏弄我们被打了 现在反而是极端仇恨我们吗 这不合理啊 我微微眯起眼睛 觉得今天西瓦族 对待我们的态度 确实不大寻常 顿时就拉住小进 就问他 这个叫塔塔的人 到底在嗶嗶什么 他说 你们是黄皮肤恶魔 小进结结巴巴地说 他说 今天呢 他就是要针对你们这些 黄皮肤恶魔 要么你们乖乖把所有女人留下 要么今天就把你们全部杀死 我呼出一口气 心中大概已经有一个猜测了 这帮王八蛋 分明是被其他黄种人欺负了 而且应该欺负的特别狠 比一些强盗流寇欺负的更加狠 所以才记恨上了 无奈他们奈何不得 那些欺负他们的人 反而现在来我们这里 找场子来了